如各位所见,今天飞行的目的地是乌鲁木齐地窝铺机场 为什么去地窝铺呢? 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19号 微软模拟飞行下发了一个更新 并不是SU-15 是例行的导航数据更新 额外解释一下 微软模拟飞行游戏本体 是由NavBlue这个测绘公司提供的导航数据 也是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章 每隔28天更新一次 NavBlue是空客旗下的公司 这个导航数据是每隔28天 然后游戏会下发一个补丁 就带的是这个导航数据 今天这个补丁就是干这个事用的 同时在今天的这个补丁里 有一轮世界枢纽的更新 世界枢纽是一个World Hub 是一个社区功能 允许玩家上传机场数据的改动 上传的改动 微软会经过审核 审核通过的话会下发给所有玩家 这次更新就是一个下发的统一下发的一个动作 现在世界枢纽是在内侧 没有开放 但是已经有很多志愿者参与测试了 所以现在世界枢纽是有一定的感动量 在今天的世界枢纽更新里面 就包括了地窝铺机场 现在看到的这个官方论坛上的帖子 是本次世界枢纽的更新的机场列表 还是有挺多的 但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Zulu开头的机场 是吧 然后翻到下面 你看这次Zulu开头的有仨 一个是延庆巴达岭机场 一个是乌鲁木齐地窝铺 还有一个是黑龙江加姆斯 一共这三个 这个得感谢一下 我猜是国内有人干的 因为我觉得不会有外国人来搞这块 当然现在世界枢纽的内侧 是一个签了保密协议的封闭内侧 所以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当然其实我知道是谁 但我不能说 现在至少是数据上 机场存在 跑道可用 滑行道是对的 但是航站楼啥的这些机场内的建筑 还是游戏自带的那些默认生成的样子 包括晚上的大灯也没有挂上去 至于能不能挂大灯我不清楚 因为现在世界枢纽 也是在签了保密协议的内侧 所以我还真没法去深入的问 那帮地景作者这玩意儿 能不能放大灯啥的 当然如果有谁想分享一下这些信息 也可以欢迎来分享分享 我不拦着你 这个不是自己做的机场 插件交给空房审核 你提交的是数据改动 你不能提交任何3D模型 比如像这个巴达岭这个机场 明显是它画 它是以前那个游戏 以前版本的非常烂 现在它改完之后 确实这块方方整整的一块停机屏 跑道的滑行线也是画得非常的标准了 这些都是数据 基于数据的东西 机场周围的植被也是一种数据 所以我们经常嘲讽的跑道头种树这种情况 是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给干掉的 世界树牛可以改进展程序吗 据我所知不能 你能改的只是机场的地面数据本身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都能去操作 这个还是得基于游戏的地景编辑区去干的 那玩的异用性是很难的 我也不会 所以别找我 C3D模型这个以后2024我觉得有可能 现在你不能C3D模型 我能想到为什么 你这个C3D模型 你从哪个素材库里拿的 这都是事啊 万一有一个玩家 他的机器上真的是把某一个素材库给删了呢 这个事你是无法杜绝的 但是2024里都没这个事了 2024的素材库是 你的飞机到哪儿 游戏直接从云端拉的 跟你本机要决定装什么 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 但是至少这个是目前微软化的饼 什么样我们还没见过 至于2024会不会这么的这么高 你这个数据数据到2024什么样子 我现在也不知道啊 我只是猜 我觉得这玩意能行 比如提交审核标准什么 这个审核标准怎么说呢 审核的人员是微软的部门 是微软的员工 审核标准 以后世界数据开放了之后 审核标准肯定会有一个真正的文档开放的 但现在还没有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 世界数据对付费机场有影响吗 没有 世界数据只会影响游戏底层的数据 如果你买了一个 那个机场的付费插件 甚至不是付费的 只要是个插件 能把它覆盖上去的话 那么那 世界数据所改的数据 对于你们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你已经把数据覆盖了 好了 有关世界数据的介绍 以及对本轮国内机场的更新 说明就到这里 这里也欢迎地井开发者们 说说自己的感想 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 欢迎点赞分享 这样能让更多的飞行爱好者 发现本期视频 也欢迎加入大波湖粉丝群 和其他朋友们一同讨论 最后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